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奇恩慈则较为乐观 指目前美国有应付Omicron等病毒的工具 整体情况也比去年好上许多 他相信在疫苗还具有效力的情况下 美国不需要封城 经济 学校和企业依然可以正常运作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